所以式化行為就是像是我自己本身啦 會點一個香氛 然後再做一些伸展 就是不是運動的那一種 而是稍微拉拉筋這樣子 會讓我覺得做完這件事情 那我下一個動作就是要可以睡覺了 睡眠傷害這個部分呢 其實主要我們是身心科醫師在做處理的 那身心科醫師其實也是精神科 只是現在有些醫院都會把它改名叫身心科 這兩個科是一樣的 所以可以找身心科醫師做一些睡眠的位置要調整 或是藥物的廚房 好很多人其實會覺得說 一天要睡滿八個小時 才算是說睡飽了 這樣才沒有失眠 但其實呢 每個人需要睡眠時間是不一定的 有些人可能睡四到五個小時就可以睡飽了 那有些人可能要睡到大概九到十個小時 那重點是我們看說 他在睡覺的時候呢 能不能順利的在三十分鐘內入睡 那或是說睡到一半會不會容易驚醒 那或是有些人會比較早醒 那以至於他隔天呢 早上的生活 他的精神被拖累了 或是說他沒有辦法集中精神 這樣的狀況 然後要連續每個禮拜至少三次以上 連續三個月 我們才能說他是有一個失眠 睡眠障礙其實他範圍比較廣 有些人是說 失眠也算是其中一種 那還有一種就是說 睡覺中的一些像是會夢遊啊 或是說有不眠腿啊 那個我們都會算是睡眠障礙 那像是有一些人是會說促睡 或是睡眠過多 那都是算是睡眠障礙的一種 其實睡眠障礙的原因很多種 當然就是我們要先排除說 有可能是藥物造成的 有些藥物可能會讓我們精神比較興奮 所以有些藥物是不適合在晚上吃的 那有些藥物當然也會造成試睡的狀況 可能就是會覺得整天都很累 影響睡覺 那還有一些像是酒精啊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睡眠 還有一些像是腦部的氣質性疾病 比如說你可能有一些中風啊 或是腦腫瘤啊 這也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人的清醒狀態 精神疾病 像是憂鬱症啊 焦慮症啊 或是思覺失調症等 他們一開始在作用發病的時候 可能也會以一個睡眠的不穩定來呈現 那另外就是說 睡眠之前的一些習慣 其實也會影響我們的睡眠 比如說我們如果在睡前看太多藍光的東西呢 它就會從我們的視網 去刺激入我們大腦的睡眠中枢 會讓我們睡得沒那麼好 或比較不容易入睡 對 這些都是要注意的 其實我覺得 治療之前一定要先找出原因 我們剛剛有說很多種原因 都可能會造成失眠 或是睡眠障礙嘛 對 那我們先去矯正那個原因 就比如說如果你是 真的是結構造成了 像是睡眠呼吸中止 讓你睡不好 那可能就要尋找 牙科做一個止汗器 或是尋找外科做一個 結構上的處理 對 那如果是藥物的話 你可能就把藥物的頻率調整 那如果真的是 發現這些原因好像都沒有特別 需要矯正的地方的話 我們可能先從睡眠習慣來做調整 比如說剛剛說 睡前不要看一些藍光啊 然後可以聽一些音樂啊 我們建議在睡前 四個小時內 不要做一些劇烈的運動 因為它會讓我們的 交感神經過於興奮 因為我們要睡覺 就入睡的時候 其實希望我們的 不交感神經興奮一些 而交感神經比較休息一下 那另外就是說 像是睡前也不要吃大量的東西 尤其是如果你有 未吃到面流的人 未吃到面流的話 會讓你不舒服 睡不好 那另外就是說 可以就是做一些 睡前的儀式化行為 所以儀式化行為 就是像是我自己本身啦 會點一個就是香氛 然後再做一些伸展 稍微拉拉筋這樣子 會讓我覺得 做完這件事情 那我下一個動作 就是要可以睡覺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 還不錯的方式 那另外就是說 白天的時候 可以吃一些 幫助我們睡眠的食物 像是有含有色胺酸的啊 或是有鈣的啊 有鎂的啊 這些可以讓我們 神經比較穩定 然後像是 Omega3的魚油等等 這些也都是可以 幫助我們 情緒比較穩定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真的調整那些東西 還是睡不好的話 那有一個辦法 就是說 有些人不喜歡吃藥嘛 那我們現在其實有一個 叫做微電流刺激的療法 那它其實是可以藉由一些物理上的刺激 去調整我們腦細胞的神經活性 讓我們比較好入睡 那也比較不會有一些憂鬱或焦慮的症狀 如果在家其實要做自己要看出自己有沒有到失眠呢 需要尋求專業的醫師來就診的話 其實有一些表格可以上網自己去填 比如說像是雅典的睡眠量表 那或是伊茲堡的睡眠品質量表 這些都是可以自填的 然後我們算完分數之後看看說 是不是已經有達到嚴重到需要就是先就醫 當然如果說有些時候 你就會好像睡眠這樣還沒那麼嚴重 你可以先有一些居家的生活來做一些調整 那如果說有些人是 大家應該有聽過就是到醫院去做一個 睡眠檢測就在醫院睡一個晚上嘛 其實它就是在你睡覺的時候幫你連上心電圖 你的肌電圖 你的腦波 還有你的呼吸頻率 還有血氧的部分 去看看說你的那個睡眠情況怎麼樣 但是其實那個在醫院睡一個晚上啊 我們都會覺得好像會不是那麼自在 因為平常你就不是睡在醫院 如果那個導線一掉的話呢 就會嗶嗶叫 嗶嗶叫就會有人進來幫你從眠 有些其實就是睡不太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推薦說 如果真的是要做一個很完整的睡眠檢測的話 有一個儀器可以帶回家做居家檢測 這就是那個我剛剛 我提的那個居家睡眠檢測 那它其實很方便 它就是在晚上睡覺前呢 把它貼在我們這邊心臟前 那它就會去記入我們的心電的狀況 然後會去轉換成腦圖 看你的睡眠情形 那同時也會記入說 你有沒有一些睡眠呼吸中止的情形 這邊呢我就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年輕男性 那他跟別人分租房間 那最近是因為工作壓力比較大 所以他就很難以入睡 所以他就跑去了別的科去拿了藥物 就幫租入睡的藥 那這個藥其實很知名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就是叫史蒂諾斯 那的確效果很好 但是呢有一天早上他起來 他隔壁的女房客們就來敲他門 然後就跟他說 你為什麼昨天晚上要進我的房間 他就整個就是嚇到 他就說沒有啊 我沒有進你的房間 他說有啊 你就敲了我的門 然後我打開 我以為是沒有什麼急事 結果你就進來走了一圈 又走回去 你那時候還跟我對話說 喔哈囉晚安之類的 然後你就走回去了 女生其實被嚇到了 然後那男生其實就很害怕說 他會被人家提說 還要性騷擾啊等等的 所以就跑來找我 然後後來我才說 啊原來你是吃了史蒂諾斯 因為史蒂諾斯這個藥呢 的確它效果很好 但是我們會建議說 在旁邊有人的時候再服用 因為有些一定的人的體質 對這個藥物呢 會產生一些木油的狀況 那木油中可能會有些人 會起來大吃東西啊 那有些人是會開車出去 開回來 他完全就是沒有這個影響 那如果在外面想說 如果他判斷力不好 那出了車戶怎麼辦 所以呢就是在服用幫助 睡眠藥物之前呢 其實一定要尋找專業醫師 開力的處方 千萬不要自己拿朋友的藥 來隨便吃 其實因為每個藥 適合不同的人 然後如果吃出問題來就不好了 呃有些大家對B群的反應 是會覺得說吃完的時候 精神變得比較好 所以攝取B群的話 我會建議說在早上吃 其實它也是會造成我們整天的 神經細胞比較穩定的狀態 所以也是有好處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哦 請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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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